全台各地掀起地方小旅行的风潮 简安相公所举办2020吉野讲堂地方创生交流论坛 邀请到知名的岛内散布执行长邱毅 还有共同创办人魏赵婷 以小旅行与地方学为主题 提向永续旅行的重要观念 而山长游淑珍也亲自参与论坛 和讲师学员来对谈地方需求还有未来的展望 简安相公所举办2020吉野讲堂地方创生交流论坛 第二个场市是以小旅行和地方学为主题 邀请到岛内散布执行长邱毅 以及共同创办人魏赵婷来主讲 提倡永续旅行的重要观念 山长游淑珍也亲自到场 和青年朋友们一起讨论地方创生议题 我们从地方的创生学 以及到我们的小旅行 到我们的农业 还有就是在克服 我们在整个执行上面的一个瓶颈的条件文化 所以在我们的五场次里面 都有不同的内容跟方向在里面 所以我们简安相公所 希望把我们非常严谨的这样的言行活动 拍到了各个场域里面 让我们用咖啡香 用我们的甜点 用我们不同的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来展现每一个场次的不同 最重要的我们是要留住我们吉安的这样的年轻好朋友 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在局安黄带里面的一个青年人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花莲的在地的年轻人都能够 挤注在我们地方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创生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主讲人秋毅表示 地方小旅行不只是一个商业活动 更重视的是和社区文化历史及土地环境连结 让在地居民生活更适性 而魏教廷他也提到 简安相在发展观光上非常具有潜力 不用面对过量的消费者 可以朝向建立有趣旗旅行的品牌 以循序渐进方式来发展出在地特色 厂长游竹珍表示 简安相公所开办创生系列讲座 特别领选乡境内青年创世的咖啡厅 结合最被关注的创生主题 力邀知名成功案例讲师来执行 由工部门吸手年轻人来共同成长 提供视性平台 也带动地方活化经济 开发创生人才 一起实现青年愿望与梦想 小旅行与地方学 并闻即安 赞 这旅会捐详相报导